第一位是代表台湾的 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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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 颁奖礼上 思宜念书第一名 是来自台湾的选手 廖昆帝 现场爆出雀跃的欢呼声 台湾 来吧 庆利 庆利 在颁奖台上 披上国旗 和国人分享荣耀的一刻 世界景象运动会 我国代表队表现亮眼 参加握推项目的消防员 庆利 第二次握推 挑战185公斤的重量 从台湾 185kg 第二次成功握推 虽然第三次挑战更高的重量失败 但这样的成绩 其他各国学手都难以超越 廖昆帝顺利夺金 力量训练对于我们消防员来说 是有非常直接的帮助 不管是拖拉水带 射水 或者是 救人 或者是搬运器具 都需要用到力量 廖昆帝目前在台中市消防局 北屯分队服务 而另外一名在台中市消防局 文昌分队的徐伟 也在田径拿下400公尺跨篮银牌 世界景象运动会 各国选手角逐柔道 台拳 台拳 田径 设计 建立等项目最高荣耀 今年有来自世界70多国 近万名锦销选手参赛 我国代表队也表现优异 为国争光